好,謝謝你的國愛 所以是不是雖然你不外表看了 你會跟那邊有什麼招募嗎? 對,我不跟那邊招募 那所以說,一開始為什麼 一開始為什麼要進入到招募這樣呢? 因為那時候 那個招募這種東西 在2002年就已經開始 2002年,那你都會是快 9、8、9成這樣 對,那我第一個 我們超頻的處理器就是AMD的A7 那時候,你會把A7拿來處理一下 比如說,AMD 因為他們是他們的手臂 AMD開始超頻的 AMD是超級的沒錯 那,我跟那講 大家是不是很多人對超頻的感覺 就是你們在什麼火車的感覺 就是你們買黑牌帽 但是開車身背的感覺嗎? 應該這樣說 如果超頻可以關注我們程式 我們可以從穩定的超頻 跟機械的超頻來看 超頻的超頻就是 我們一般可以買市面上 鎖鐵改造的處理器 比如說AMD的處理器 它裡面就有附一種工作 暗熱器就沒有暗熱器 大熱器 對,因為我們現在的製程都沒有那麼良好 所以用一般的功能的暗熱器 可以達到超頻的效果 而且非常穩定的運作 比如說,我們用 我平常處理層的組織 你來做個舉例來說 這個CPU的處理器 就是3.0.7 3.0.7 那我用一般的處理器 我就可以拿到4.0.7 4.0.7 哪一般的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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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有些數字出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 去給大家看一下 對,我現在超級的 幅度是60.5G 我們現在往上看 62G 對 那原來是3G 原來是3G 所以你摸說 殺定0.100% 超過100% 對 對 所以說 這次面是滿化 散衣服是什麼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次比較 極限式的超兵 我們都是有穩定性的 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它提供 是在這場上的穩定 一般的測試 它們可以走空了 它們如果進步有進去 它們就用誰了 所以它們帶著去 它可以 因為 我要不公平就是說 超兵是利用 半導體的穩定性 半導體的穩定性 對 就是溫度越低的時候 它的超兵是會越高 所以空呢 這種超兵是 水冷呢 可以達到 將近室溫的超兵 但是我們有冰水冷 或者說冰塊放在 那個水冷氣裡面 然後利用可能的循環 再用水冷的熱帶 這個情況 可以達到 0到5度之間 超兵就 光子超兵要更高 這種超兵就是 古兵不是激冷的超兵 但它可以影響 所以那至於 像我們這種 液胎蛋超兵 甚至 我們講到現在 更辛苦的液胎炭 這裡之下 250度 到200度 就是我們所謂的超兵 絕對浮度 這溫度呢 比我們現在液胎蛋超兵 液胎蛋的溫度 是 0下158度 0下198度 0下198度 對 對 你現在這個 這個溫度 你現在是在 中17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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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知道 最多溫度是怎樣 中170度 如果要比這東西 還要更低的時候 就要升級太暗 那我先 就要升級太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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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來